石头记这个书名也是一比二用 既是指两块石头 也是指两座石头城 两块石头在前面再三和大家分享过了 就是传国玉玺和三生石 而两座石头城同样出自乾隆的玉制石 这是第一个石头城 古金陵南京 乾隆第一次南巡 归途中效仿他的祖父康熙 去拜祭了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 他的诗句是这样写的 绍成家法李乾王 而他对明朝的评价是 开机巡视过唐宋 祭业无能见下伤 朱元璋开辟祭业的创举超过了李世民和赵邝印 但是他的子孙却像夏捷和商周王一样无能 这首诗就表达了乾隆的观点 大明王朝毁于后继无人 第二个石头城是这首小石城 这是畅春园附近的一个地名 乾隆经常在去畅春园的时候游览小石城 并留下了诗句提用 畅春园是康熙皇帝的离宫 乾隆继位之后把畅春园作为他的母亲重庆皇太后的离宫 所以《红楼梦》里的乾隆亲妈就变成了史太君 她的身份之一是康熙的授旗皇贵妃是乾隆的根 而史湘云成为史太君的侄孙女 因为她是红历的侍妾 也就是康熙皇帝的孙媳妇 畅春园里有一片韶耀花海 史湘云的标签是罪卧韶音 关于石头城的交代也出现在《红楼梦》的正文里 就是这里第二回贾雨村演说荣国府 去岁我到金陵地界因由六朝遗迹 那日进了石头城 去岁代指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的时间 乾隆十六年 交代这个情节写于乾隆十七年 金陵既是乾隆的御陵 也是古金陵江宁府 六朝遗迹 既是清朝已经进入了第六代 也就是乾隆朝 也是六朝古都江宁府 这里的石头城也是一笔二用 也是风月宝剑 正面是畅春园的小石城 代指清朝的皇家园林 背面是明朝的第一个都城 古金陵的别称石头城 昨夜诸楼梦今宵水国寅 依然是以史为鉴 看过这条视频你有收获吗 关注和你分享更多我眼中的红楼梦